這個水壺、臉噴、鋼杯 這些都是我們國軍會直接發放給大家做使用的 那到後的那天我們會發一個包包 就是黃埔包 今天看大家有被拍到過 應該是一個綠色的大包包 但是之後如果有一些像它的 你們自己的個人的包包 那我們就會統一都把它塞在那個包包裡面 因為我們的東西全部都是開放式的 所以才會跟大家說 不要帶貴重的物品到營區 因為就是整間房間有五十幾個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東西只要不見 你要去懷疑誰說真的 我們也沒辦法去指著 除非有人看到 那所以才會說貴重物品放身上 然後鉛、掃帶 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們營區有那個郵局的提款機 如果真的有需要去領錢 可以跟幹部說 喔幹部我要去領錢 因為我要繳什麼什麼費用 那那個幹部通常都會讓你們去帶 所以我們就是減少錢在身上 以及貴重物品 然後講到藥物的問題 我們藥物我們都會統一由輔導長做保管 那如果有需要就是一樣可以跟幹部提說 喔我要吃藥 那幹部就會去幫你們去解鎖 就是因為我們都會上鎖 避免有別人去拿你的藥等等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會集中管制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我們就是跟幹部提出 我們大家都會盡量配合大家 然後折抵議題的部分 現階段在 因為你們就可以去學校 高中或大學的學務處吧 就可以去申請你們之前上軍區課的折抵 那通常這個折抵是在二階段 就是我說你們10月二十 10月二十六之後播交到新單位 那個時候的單位長官就會跟大家收這個證明 只是因為這段期間大家比較有痛閒時間 所以你們可以先去申請 要不然你們之後就只有禮拜一到六日 可是學校也不見得會開 所以避免大家等到如果後面的長官 你們播交的新單位長官要這份資料的時候 你們腳步出來就會影響到你們折抵的日期 因為我們這個也是需要乘到司令部的 所以會有作業上的那個時間 所以才會希望你們趁這一段時間 可以趕快去學校申請 就去做申請 才不會等到後續要的時候才發現啊 忘記申請就時間來不及 然後變成大家都沒有辦法折抵 那折抵最多的天數就是15天而已 如果你高中高中學歷的話 你最多就是折五天 那如果你有你是大學學歷 就是最多就是也可以折十天 所以總共15天 OK然後當然也是要看大家大學有沒有去上去去訓課 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會多選休 那多選休你就是折抵的天數 就會比人家多一天或兩天 隱形眼鏡這段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都會是在黃土上面爬去超課 所以其實不建議大家要戴隱形眼鏡 就是因為說真的隱形眼鏡 其實是直接是欺觸到眼睛 那如果你戴眼鏡 至少眼鏡的玻璃片 它可以幫你擋住那些這樣東西 那因為畢竟我們在超課 戴眼鏡其實真的比較方便 因為你看你早上起床 我們給你們大家的時間真的不多 我們早上下令起床時間是五點半 我們五點五十分就要大家著裝好 在樓下超課長結集合 這段期間你們要幹嘛 要上廁所折顏背 然後還要換洗刷牙洗臉等等 所以其實時間真的給大家不多 所以你看戴個眼鏡 反正戴了就可以下床 如果你要戴擬行眼鏡 還要在那邊撥眼鏡 那個吸那個什麼 你洗眼鏡等等 其實就花了大家很多時間 你們會發現在軍中 時間真的很寶貴 真的 然後到了晚上九點半主時 就是舊床 然後你不睡覺 班長就會去溫馨的問候 為什麼你不睡覺呢 就幫你蓋蓋被子啊 然後關心你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盡量 這個時間就像剛剛剛剛講 就是趕快調整自己的時差 通常第一天已經睡不著 就是正常的 我也是 我第一天到部隊 五快十二點的睡了 就緊張啊 好不好 所以請大家要放輕鬆 我們 我們長官這邊長官人都很好 不會像大家一直講的 好像進來一去就是很恐怖 沒有現在已經是走人性化的教育 所以請大家不要像 聽之前的爸爸 爸爸哥哥講說 喔部隊很恐怖 等一下 沒有現在是人性化教育 還有誰我剛剛有提問的 我就是剛剛有提問我沒有回答到的 我們營區裡面有OK也有營戰 所以像那些名聲用品 就是像洗髮精啊 然後那個什麼牙膏那些 沐浴乳那些 我們其實就是我說 為什麼當天我希望你不要帶 因為東西那個太重了 我們那邊的OK 它有七點七點七一折 就是比OK外面的買都還較便宜 所以我會希望大家可以進營區買 一定會比你在外面買的更便宜 然後也可以減少大家東西這麼多 然後到部隊這樣子 我們在那邊都有提供那些可以購買 還有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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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